哈囉我是PS 歡迎來到今天的Vlog 這樣說有點怪怪的啦 因為真的是痛一天 因為上一集講故事講到一半就覺得 故事好像有點長 所以我臨時決定把它切成兩集這樣子 那在上一集啊 我們已經幫我們的R34 把機油跟變速箱油都換好了嘛 但是我還有一個東西想要弄 就是我打算啊 把我前輪輪框 跟我14的前輪把它對掉 因為現在這台的前輪啊 是一般的輪胎嘛 那我再去甩尾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我的前輪可以用到熱輪胎啦 所以我就一樣 跟14借個東西來用 現在換成R34 要來跟14借動器了 風水輪流轉啦 啊...Shit 我忘了我前輪這邊少一隻螺絲啦 對 好很好 那我們現在又接到緊急任務了 不過今天啊 一樣 我們先把螺絲裝上去試試看吧 哇 哇... 哇... 這隻螺絲超好看 哇... 超百搭的啦 我真的從之前就一直很想要找這種五爪粗框的 來配R34 然後我剛剛啊 想說 後輪可能是唯一的敗筆 所以我就把前輪換來後輪了 後輪這邊也超好看的啦 我真的很喜歡這顆框 這顆框 原本是我的甩尾框 而且這顆是正的 而且是鍛造的 但是很無奈它只有兩顆而已 我還在想辦法去找另外兩顆 假如說找得到的話 我想把R34裝這個框 我覺得這一組框 才是最對我為的 有再度戀愛的感覺 而且我剛才發現 這樣組框的ET值啊 跟R34根本絕配耶 我沒有電Spacer耶 但是現在幾乎是缺奇的狀態耶 前後輪都是 哇... 真的太舒服了 剛剛換框換得太起勁了 都忘了要講故事 對 那我們上一集講到哪裡 對 就是我買了那台R34嘛 然後開始東改西改這樣子 然後我改了短堂荒 然後也改了輪框 那維修的部分啊是也還好 因為我買到這一台啊 狀況真的很棒 幾乎真的沒什麼問題 引擎也沒有吃雞油啦 然後也沒有肉油 回來就是把火星塞啊 然後把雞油變成像油這樣 全部換了一輪 總之就也這樣一直開一直開 我那個時候從雪梨 因為要擠二千嘛 然後必須要去農場工作一段時間 我就開了這一台 從雪梨啊 然後一路沙到維多利亞的Mindura 那邊去農場工作嘛 然後因為像在澳洲的那種 洲際道路啊 真的是 方圓百里內沒有一個人喔 完全沒有人煙 當然啦 法定上來說那邊不是像 德國無限速高速公路那樣子 它還是有限速 但是你也知道的 既然都沒有人呢 代表沒有警察嘛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有稍微 小試了一下R34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 而且那個時候我吹到200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韓哥說的話 警車真的超過200就不會追了 沒錯真的 電子線是建在200 它那個時候200吧 然後好像才5000轉吧 就直接斷油了 然後最後就到敏都了嘛 那個沙漠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在農場工作的關係嘛 因為有去過農場大家都知道 因為那個地方真的是很大 大到你沒有辦法想像的那種農場 然後裡面你就必須要開車移動嘛 然後那個時候我開這台 就在農場裡面你知道 一直在那邊亂甩 想起來真的是挺智障的 但是那個時候真的很快樂 男人的快樂總是這麼簡單 不過真的 該遇到的還是會遇到 有一次因為工作到很晚 所以就必須要在晚上開車 不然其實在澳洲那種鄉下 最好最好最好都不要在晚上開車 為什麼 因為會有袋鼠 那袋鼠有時候真的 白蘭白蘭的 它都會跑到路中間 然後你白天可能都還好 因為你看得到袋鼠嘛 所以你看得到袋鼠 你還來得及煞車 然後它可能就會跳走 那這樣就你知道 雙方都平安 但是如果在夜晚 而且又是在那種鄉間小路 那種鄉間小路 法定限速大概都是在100左右 而且是沒有護欄的喔 所以我那個時候真的就是 直接開過去 然後過了一個微微的夜晚之後 我真的就突然看到一隻袋鼠 站在路中間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晚上 我又開著遠燈 沒有沒有 因為袋鼠跟人一樣嘛 你瞬間強光照到它 就自忙了 然後我那個時候時速100 而且它真的就在我 大概30公尺圓而已 我踩下煞車也來不及了 但是我還是踩煞車啦 很多人都說看到袋鼠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踩煞車 或者是去轉方反 因為在那種高時速下 你如果去轉方反 搞不好是你自己翻車 但是我那個時候真的還是踩 因為反應嘛 總之就砰這樣子 也是撞上去了 然後它那個時候是撞到R34的 右車頭 然後就砰 然後它就翻滾嘛 棒棒棒 所以我引擎蓋上面 才有那個凹痕 在前幾天影片 大家應該有看到那個凹痕 一直都有人在問 對 那個是袋鼠撞的 然後它就翻滾到我的車側嘛 然後順便再把我的 右後照鏡給買掉 那一次真的是 也算是某種的成就解鎖啦 然後回到租屋處嘛 就也是開始用 煙蒂大法 煙蒂加快乾膠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 把R34的後照鏡把它拼回去這樣子 不然在那種鄉下的地方 我要去哪裡找R34這種零件 真的是也只能救了 不過還好啦 之後有救回來 就是這一個 然後不得不說 R34的車頭真的超級硬 你們知道澳洲那種袋鼠啊 有些真的都長到比人還高 而且你們應該都有看過那個照片 有個袋鼠真的是 撞到一個不行 那個一隻真的都比人還要重 所以有時候你車子如果 撞的點不對啊 你直接正面幹上一隻袋鼠 你車子很有可能會壞 你的水箱可能會破啊 英特庫的可能會破之類的東西 我那一次真的是還好 我的R34真的沒事 車頭完全完全沒事喔 連一點歪都沒有 對那那一次真的算是我第一次 開在R34遇到意外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二次 對 第二次是我到墨爾本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農場結束工作嘛 我就跑到墨爾本去了 因為還是都市啊 會比較多一些 車聚啊 或者是一些賽車活動之類的 不然我其實是一個很喜歡鄉下的人 到處都可以摔尾 然後又沒車座照相 然後也沒警察 當然選鄉下啊 不過anyway之後 就還是到墨爾本去了 我這邊必須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台灣的柏油真的比較好 大家不要再閒了 台灣的柏油真的很好 尤其是那個排水性 澳洲柏油的那個排水性 你們知道多差嗎 就是大概下一點點雨喔 只要地面是濕的狀態 我開這一台原廠的差速器 你只要二檔稍微油門大力一點啊 你車屁股就滑出去了 我真的沒有再誇張 澳洲柏油的排水性真的很差 雖然說他們是鋪得比較平啦 但是相較台灣的柏油來說啊 台灣的柏油真的比較抓 尤其是你在下雨天的時候 甚至還不用怕 真的不要說在澳洲 下雨天的時候 你要開快一點 那個真的都很危險 那像在台灣 拜託有時候下大雨 車子也是照開上北移好不好 對 然後就在一個下大雨的下午 然後那天我準備跟我幾個日本的朋友 一起去攀岩 然後我承認那天是有開得比較急一點啦 然後就在一個下坡 跟一個接一個右彎 就右直角 然後我就真的大推頭喔 真的轉到底 然後車子滋滋的往護欄上面幹上去 就是人行道 矮矮的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真的撞上去 我的心整個都涼了你知道嗎 哇完蛋了怎麼辦 因為我知道那樣撞上去啊 要嘛是錢包桿買掉啦 然後要嘛就是底盤掛 要嘛就是輪框會歪 因為真的很大力 不過還好 因為它那個很低嘛 所以我的包桿剛好閃過 但是輪子就沒那麼幸運了 我的右前輪整個撞上護欄嘛 然後我的左前輪的舵桿 就整隻歪掉了 而且那個時候大直到 有旁邊的人出來看你知道嗎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而且想說車子還可以開 而且離家裡不遠 那個時候大概剛出家門五分鐘而已 我就硬著頭皮把車子開回去 然後就下車 然後看著我的車就 哇 怎麼會這樣子 不過之後看一看嘛 真的就只有舵桿歪掉 然後下肢臂好像有一點點歪 不過那個時候就直接上網 買二手零件嘛 然後來把那兩個東西全部換掉 換掉之後 車子開起來就算正常了啦 那次真的是我下我最大的一次了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次了 然後這第三次的事故啊 也是讓我決定把這台車 帶回台灣的最大的一個原因啦 我對差點忘了我還要拆後座 我先把後座拆一拆好了 後座拆起來 所以就是 chain 沒有機場 和裝置很安全 來看 那貨桌拆空啦 那還有一些張張的地方 等一下再拿吸塵器把它吸一吸好了 既然都已經拆了嘛對不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拍R34啊 我很少會拍左側給你們看 因為這裡 算是這台R34傷害最重的地方了 那我們看到這裡 我拿近一點給你們看 這裡 有沒有 這都敲到裡面了 其實有整個裂開了 而且當初這邊是整個凹進去的 我之後是用一個吸盤 然後硬硬硬把它拉出來這樣子 從這邊一路上去這樣子 看了就覺得很心痛 對那這邊就是我開這台車 在澳洲發生的第三個意外了 那個時候我是在墨爾本的一間車廠上班 不過那個時候西美都已經賣掉了 所以我上班就直接開這台了 而且剛好那個車廠外面 也有一個蠻算安全的停車廠 不然我真的很怕這台車被幹走 你知道嗎 我每次下車 都把Q棒的保險絲把它拔掉 對那anyway 在某一天下班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滿懷開心的去開我的車 因為你知道剛好下班了 然後又可以開著R34回家這樣子 但是就在我看到車子的時候 我真的整個人傻住了 原本這邊是完全沒有傷的 結果看到的時候 突然變成這樣子 你知道我那一瞬間真的是超級崩潰的 你們知道嗎 我想說哇靠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是不是有人偷撞到我 然後跑掉肇事逃逸 我還在想說我要不要去調監視器出來 然後要找那個人出來 不過後來發現啊 在這台車的旁邊 剛好有一個人是在那種大型的垃圾車 而且那天剛好是掛大風 然後我就去看了一下垃圾車的邊邊角角 然後就發現 我的漆在垃圾車上面 所以我當下就想說 啊 錯了在 索賠無門了 應該是風太大 然後垃圾車去幹到我的車 啊 而且真的完全吻合 因為這剛好是直線嘛 這真的不像是車子撞的 我當下真的是 真的很生氣 但是又覺得很好笑 而且這件事情發生的點 其實很尷尬 那個時候我已經差不多 差不多要回台灣了 那個時候也在猶豫說 到底要不要把車賣掉 然後撞到之後 其實我還是有考慮把它賣掉 但是在賣車之前 我至少要先把這個東西先修好 不然要賣的話 其實一來是不好賣 然後二來是 價錢一定是不漂亮 然後我就開這台車 來去當地的烤機行 去問他們說 這樣子修起來 大概有多少錢 然後你們知道嗎 修這邊喔 他們報給我 2000塊澳幣 你知道2000塊澳幣是多少錢嗎 我們用匯率20來算好了 4萬台幣 就烤這裡 這樣子 我4萬塊在台灣 都可以烤到全車 搞不好連門框都幫我烤了 在澳洲 真的就是只能烤這邊 而且它好像 還不是全車烤 它就是真的修復 這部分而已喔 當然啦 這個算是供訂價 因為澳洲本來供錢就比較貴 然後我那個時候真的就在想說 哇 挫賽 真的是太尷尬了 4萬塊 更不用說 那個時候匯率還更高一點 那那個時候我就陷入天人交戰 就覺得說 哇 那這輛車到底怎麼辦 是不是應該要花 花了之後 我這台車 可能也是虧錢 那 我不花的話 這台車可能又賣不掉 因為那個時候時間真的很緊 然後真的就突然 萌生一個想法 就是既然在那邊烤4萬塊 我只能烤這裡 那不如我回來台灣 然後花4萬塊 還可以全車 大翻新 對 因為那個時候我真的就想說 好吧 那不然來自己試試看 把車子運回台灣好了 因為就像你們知道 我就是一個很喜歡去 DIY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想說 那我來自己試試看 來把車子運回台灣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那個時候真的超瘋狂的 而且老實說 那個時候真的也捨不得賣啦 因為畢竟這台車真的是 你知道 我人是農第一台R34 而且它真的跟我經歷過很多事情 因為在澳洲其實真的也沒什麼朋友 那很多時候 就是也是這台車陪我這樣子度過 對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真的 我對這台車真的很有感情 然後再加上之後 我有去 先去算一下 就是這台車如果回到台灣 要花多少錢這樣子 算完之後 我覺得 欸 好像可以喔 因為你們知道 其實進口車子這種東西 大家最關心的 真的就是水 運費真的都還好 運費我記得大概 我那個時候花了大概4萬還5萬吧 就是一個貨櫃 反正就是一個那個小尺寸的貨櫃 我忘記是幾尺的 真的忘了 真的不貴 運費絕對都不是問題 問題就絕對都在關稅 那它那些關稅啊 就是用你的車身的價值來算 如果是以新車的話 當然就是以新車的標價 那像我們這種二手車啊 最主要他們就會去看市場行情 又或者是 買車的時候有收據 之類的東西 那他們也可以依據那個 然後來扣你的稅 那像我這台車就是 在那個時候的兩年前買的嘛 然後那個賣家 他也有開了一張收據給我 就手寫的這樣子 那個也算在內 那但是當然嘛 還是有算了兩年的折舊 所以那個時候 報給台灣海關的錢啊 是折舊過後的價錢 那多少錢我不方便說啦 Anyway就是一個算完之後 我覺得好像可以 好像值得 把這台車帶回台灣這樣 而且連我自己都覺得 這個想法真的超瘋狂的 但是我真的完全 不後悔做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知道 如果要進口車子啊 整套流程 到底是要怎麼跑 因為那個時候 我真的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在澳洲那邊 去找Forwarder 反正就是進出口貿易商啦 就是自己去跟他們接洽啊 然後跟他們講說 我車子要送到哪啊 然後再請台灣這邊的 進口貿易商 來跟他們對接這樣子 簡單來說 就是你要在那邊 找一間進口貿易商 然後你在台灣這邊 也要先找好進口貿易商 然後跟他們兩間 互相通知說 你有東西要從哪裡到哪裡 基本上這樣就搞定了 但是當然我自己 是又跑得更細一點啦 因為我是細到 我自己把這台車 開進澳洲的火柜 然後你知道 再坐公車回家 超蠢 所以你說這筆錢花的值不值得嘛 我個人是覺得蠻值得的啦 真的就是當作 學一個東西這樣 就跟我當初買這台車一樣 就是我覺得 就是如果我這一次再不衝啊 我可能這一陣再也沒有機會這樣 然後在這邊真的要 非常非常感謝 TDMI的 Steven大大 因為就是他來幫我 HANDLE台灣這邊的事情 我真的超級感謝他的 謝謝你 Steven 讓我可以跟這傢伙 在台灣重逢這樣 對那在澳洲 反正就是把這台車開上貨櫃了嘛 然後我自己當然就也回來台灣了 然後等的話 欸超快喔 我記得好像等大概兩個禮拜而已 他就到台灣了 然後Steven就打給我說 欸你的車什麼時候會到 然後要拆櫃什麼的 我要過去一趟 然後我那個時候真的開在路上 我覺得 再一次有買車那時候的感覺 就是覺得這一切怎麼這麼的不真實 到了貨櫃場喔 然後就看到那個貨櫃停在那邊 然後門是關起來的 然後Steven就帶我過去嘛 然後跟一個爆關行的 然後我就說好 那現在就是來拆櫃這樣子 當時的情況大概就像這樣子 你知道我們打開的那一瞬間 我覺得大腦是完全空白的 然後我冒出來的第一個想法 真的就是 幹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到底幹了什麼事啊 我真的 娶了一個外籍新娘回來耶 那個感覺真的是超級像的 我真的永遠都不會忘記 那個時候的心情 對啦這樣說起來 這整件事情真的是很瘋狂啦 但是人生嘛 總是需要瘋狂個這麼一次嘛 那總結來說啊 這台R34真的是 讓我做了那麼多瘋狂的事的 最主要的原因 這讓我學到了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而且他也陪伴我 很多就是很孤單 然後也很低潮的那一段時間 我一個不會英文的人 然後這樣沒頭沒腦去了澳洲 然後為了R34 我開始學英文 為了R34 我開始學要怎麼去買二手零件 然後也 因為R34也交到了許多朋友 然後也因為R34 有很多機會去 參加各種澳洲的不同的活動這樣子 所以我才說 R34真的是 音箱為聲非常大的一台車 儘管他真的就是一台 25GT NA 梅渦輪 他甚至不是GTT 更不是GTR 所以我想啊 應該是因為上去這些原因吧 讓我 下定決心把這台車帶回台灣這樣子 也算是一個 澳洲的一個紀念品這樣 真的 我能說什麼呢 很多人都在問說 把這台車帶回來花了多少錢 這價錢我是不方便講的 而且我也不太想講 Anyway 我在澳洲賺的錢 大概就是 全部花在這台車上面 我話都 想到這邊就好了 對 那在影片的最後啊 就也來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好了 因為關於這台R34 大家真的問了我 各式各樣很多不同的問題 比如說會不會又改左啦 會不會改他啦 或者是把他驗車上路啦 之類的 先來回答驗車上路好了 這個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台灣是完全不承認 右駕車的 就算你用整車完碎進口的名義也一樣 你可以申請驗車 但是你絕對驗不過 就算你在國外又改左回來也一樣 因為你除了右駕這個問題之外 你還有環保法規這個問題 你用這種二十幾年前的車去過六期環保 怎麼可能啊 當然如果你說要塞錢什麼的 這個就不方便講了啦 所以驗車上路這個 不可能 以後也不會 然後再來關於右改左的問題 也不會 因為我這台就是完全想要留他 最原始 就是右駕的樣子 而且其實說真的我也開得蠻習慣的啦 某種程度上來說 我覺得右駕車還比左駕車還要再好開一點 所以右改左我也不會 然後再來關於這台R34未來有什麼計畫吧 雖然說我今天是 先把它改成甩尾車啦 但是我之後啊 我也不會拿這台車來繼續甩 為什麼 因為甩尾車嘛 我已經有十四了嘛 那一台我就打算讓他完全專攻甩尾 那至於R34啊 我會把這台車把它拿來改成賽道車 就是把它拿來玩單圈 雖然說它賽道上的體質啊 可能也沒有Sluvia好 或者是其他車的好 我為了真的也不是贏 我為了也不是有多快 或者是創什麼台灣的紀錄什麼的 我單純只是想要 我跟這台R34的故事啊 能夠繼續寫下去這樣 那這次的R34特輯啊 就也差不多到尾聲了 不知道大家還喜不喜歡這個故事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請一定要在右下角幫我按個讚 然後再把影片分享出去好嗎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 如果你們以後想要繼續追蹤我跟這台R34的故事的話 請一定要按下訂閱鈕好嗎 如果你們還有關於這台R34的任何問題啊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欄直接跟我講 那我就會找時間在一起做回答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啊 就先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是Pierce 我們下次見 By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